我之前是做會計的 現在人工當然沒有以前 其實你是要犧牲一些東西 你才可以做某些東西 我很喜歡有步驟的東西 組織得好 其實在烘焙裡已經成功了一半 做烘焙的時候就很順利 很少有蝦的東西 然後就請朋友吃 他們又會很開心 其實不擔心沒有人會吃 所以我就會鼓勵我經常做 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 就已經很喜歡吃他們的鮮奶球 麵團就用一些比較彈性的日本麵粉去做 所以比例水分都要剛剛好 因為做牛奶包其實是要形式漂亮 可能夠拱起 造型的時候要比較緊 上面那層好像弄曲奇餅一樣 我們就想減一點甜 所以我們就沒有加煉奶 用日本糖去代替其他煉奶 花生果是自己想的 因為都挺喜歡吃花生醬 但我覺得如果放花生醬 就好像沒什麼口感 因為牛角包咬下去鬆軟 所以我們中間就加合同去配合 Cindy 是會計師 她喜歡數字 亦都習慣了OT 但因為太愛做麵包 所以半年前停身留職 去了日本讀藍帶的麵包和甜品 其實錢都很緊張 但預料了 有些比較容易的東西 很想真的想知道 為何有些人用新鮮烤網 有些人用速用烤網 所以去了讀藍帶的Course 學滿師之後 有朋友叫她一起開咖啡 她索性遲埋職專心看店 我想我收入應該會少一半 開頭的時候 未是賺到資金的時候 可能會先出量 以前如果要埋債或忙的時候 可能是8時多回到公司 可能11時多離開 你說現在不辛苦嗎 又不是 現在是5時9時要起床 我都在這裡試過10時才離開 還要不熟悉這一行 回到家的時候想 我關了一個焗爐味 但現在始終這件事 是你很夢寐而求很想做的事情 每做完一樣 你會很興奮 再想快點做另一樣 有時反而不想離開 最大掙扎可能是 做些東西說出來 大家不喜歡 但這裡的街坊是很好 會說好吃 但有推薦給你 例如如果焗雞肉可以小粒些 分量一樣就會好些 我喜歡這些關係 反轉益善動 日食七餐 有很甜的小味 來到就要喝牛奶 這個是豬肉 泡菜雞煲 一人快閃首爾地圖 下雨下雪沒有又怕 去去武器走 留在室內玩餐飽 喂 還穿韓服 現在興興復古了 let's train 深度推介 首爾復古遊 抓本線上版 紫相去首爾 已經上架了 還有其他旅遊指南 都可以同步下載 還不快點上紫相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 好